原创不易 请随手关注赞赏 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的老板普里戈金 突然又整了个大火 突然在线宣布要造反 然后全世界关注俄乌局势的人都开始嗨起来了 其实本来的热点是美国众议院通过弹劾总统拜登的决议 结果被光头厨子这么一折腾 全世界的焦点都转移了 拜登这下美滋滋 可得好好感谢一下厨子 这件事的起因很简单 普里戈金突然声明说 俄罗斯军方用火箭弹炸了瓦格纳的营地 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于是普里戈金就要率领25000名瓦格纳士兵去要说法 并且矛头直指少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普里戈金最新公布的视频 还透露出了一些深层次的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 据他所说 其实顿巴斯的两个州 在战前与乌克兰已经形成了一种印巴克什米尔式的和平 也就是在边界上的确会有小打小闹 但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事 所谓乌克兰联合北约要大规模袭击卢顿二州 纯粹是俄罗斯军方和情报部门联合搞出的谎言 他们欺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这也直接导致了俄乌冲突的大规模爆发 瓦格纳与俄罗斯国防部之间 之所以爆发出如此剧烈的冲突 可以说非一日之寒 首先 瓦格纳作为一支完全由私人掌控的私兵 居然参与国家级别的战争 而且还被当作主力中的主力使用 表现比几乎所有正规军都好 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为什么俄罗斯正规军打仗还不如瓦格纳呢 其实这点 一书在之前的文章里面也有提 俄军搞到目前这样的尴尬局面 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 他们丧失了信仰 一支没有信仰的军队 就只能拿钱说话了 如果钱还没有 那就别提什么战斗力了 其次 军队内腐败成风 这与丧失信仰其实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关系 丧失信仰的军队自然会腐败 腐败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什么信仰 这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俄罗斯军队的腐化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基层士兵非常困难 上阵杀敌之前 甚至还得自己购买相关的装备 例如医疗包 防弹插板等等 官方给合同兵的工资甚至都会拿不到 军队高层贪腐严重 基层流血流汗 却得不到多少回报 而瓦格纳那边虽然打的是硬仗 但给钱也爽快 工资是一般合同兵的很多倍 而瓦格纳士兵们的武器装备 更是比普通俄军精良的多 这么晚 正规军战斗力比瓦格纳这种雇佣兵 更高才有鬼了 最后就是 俄军军官的素质太差 对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战争几乎毫无认知 这导致了俄军在战略战术上犯下很多次失误 幸亏对面的乌克兰军也不怎么样 双方菜鸡互拙 俄军才能维持住局面 当然出现这种局面归根结底 还是俄军太缺钱 军内又贪腐 导致真正能用到实处的钱就更少 形成了恶性循环的结果 俄军的这三大问题 其实我们当年也曾遭遇过 虽然目前解决得很不错 但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消失 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对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 对俄罗斯老百姓来说 其实他们的心态很复杂 因为从情感上 他们很同情普里戈金和瓦格纳的战士们 因为他们知道普里戈金说的的不少事都是真的 也非常认同普里戈金对俄罗斯国防部的抨击 所以当时俄罗斯老百姓对瓦格纳情绪稳定 大量民众在瓦格纳的装甲车辆面前拍照 还有人送水送饭 可谓是单食胡疆了 但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突然倒戈相向 不论能不能成功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场形势肯定有负面影响 如果因为普里戈金的所作所为 导致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一败涂地 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毕竟俄罗斯为了乌克兰问题 付出了那么多人命和金钱 这些可不能打水漂 这次政变的结果是非常戏剧性的 一开始瓦格纳车队前无横敌 几乎没有受到丝毫阻碍 就杀到了莫斯科的郊外 然而到了郊外之后 外界原本以为瓦格纳会直接攻击莫斯科 结果普里戈金却直接和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达成协议 瓦格纳完了一次军事大游行之后 又返回了驻地 这个结果让很多观察家直接闪了腰 不论是亲俄的还是仇俄的人 当时估计都在大骂 还以为厨子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结果就正 当然最被闪了腰的当属乌克兰了 乌军貌似真以为瓦格纳在发动大规模兵变 还以为能偷击 结果在苏罗维金大将的指挥下 又送掉了不少爆二之类的高级装备 不过在昨晚事件发生的时候 义书当时就猜测 这次瓦格纳政变成功的胜算极小 要么是俄军高层内部有人当内应 要么就是一场双簧 因为厨子除非疯了 否则 不可能带个千把人 就敢纵横数百公里杀入莫斯科的 厨子之所以能这么干 必然是有信心最后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今的结局 让义书相信这大概率就是一场双簧 是普京与普里格金共同表演的结果 有网友一定会问 为什么这是双簧 这场兵变可以说极大的打击了普京的威望 普京为什么要这么干 实际上 义书之前写的文章里面 就说普京对西方实在太过心存侥幸 从明斯克协议起 就被西方一骗再骗 在俄乌问题上首属两端 既想拿好处 还不想付出太大的代价 结果就是两者都得不到 义书从一开始就认为 俄罗斯主动攻击乌克兰 绝对是个非常坏的选择 因此最早写文的时候 一直不太信普京这样的人会这么蛮干 结果被事实打脸 如今 俄罗斯其实一直陷入这样的恶性螺旋出不来 所以 义书一直在说 对战争一定要审慎 能不动武就不要动武 但一旦决定了动武 就要第一时间用最大的力量 其中最强有力的军队和装备 迅速拿下敌人 绝不能打成像俄乌如今这样的烂摊子 当然 目前俄罗斯这种情况 一书能看出来的 俄罗斯那帮国家级别的智囊团 会看不出来吗 普京就算之前没看出来 现在也该看出来了 但俄乌局势的改变 让普京不得不思考 接下来如何收场的问题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 由于一直以来的战略失误 导致目前俄罗斯 无法快速解决与乌克兰的战事 长期看不到尽头的战争 也让俄军战事非常疲倦 此次普里戈金的爆发 也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普京本人对俄军在战场上面临的困境 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认识 直到之前 与俄罗斯各大军事博主 举行了一场座谈会 普京才真正了解到了 俄军目前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这样的情况让他大为震惊 因为他身为总统 对俄军该有的拨款和装备 都在账面上下发了 但俄军基层却显然并未享受到 这些待遇和装备 这也是普里戈金对外所说的 俄军的伤亡和战损 比公布的高两三倍 但俄军战士们应该得到的弹药 却少了十倍 这样下去显然是不行的 要知道 现在已经与一战那会非常相似了 大军在外却怨声载道 俄罗斯当年也正是在1917年 爆发了十月革命 最终推翻了沙俄帝国 建立了苏俄 最后演变为苏联 那么要解决军院怎么办呢 就得先找一些替罪羊 相信大家都知道 曹操和梁冠的故事 借人头一用的招数 其实俄罗斯人也会用 不过 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毕竟位高权重 没个理由也不能轻易地动 因此 厨子就成为了这把刀 只有厨子这样公开 把矛盾挑开 普京才能有正当的理由 清洗国防部和俄军高层 如此才能消除俄军的军院 并将俄军导向正规 那厨子为何会甘心成为这把刀呢 其实这场兵变 一开始一输就感觉非常的疑惑 因为瓦格纳可以说是 普京一手捧出来的私兵组织 并且 瓦格纳内部还安插有相当数量的 普京心腹军事人员 并不是普里哥金一个人能说的算的 怎么可能厨子大手一挥要兵变 瓦格纳就心甘情愿地追随他 杀网莫斯科呢 古往今来没见过如此儿戏的兵变 如果说 这场其实是双方说好的双簧 那就能解释得通了 厨子的瓦格纳组织 在俄乌战争中膨胀得非常厉害 并且战斗力非常强大 这种大规模私兵组织 在全世界正常的国家 都不可能被允许存在 因此 俄罗斯要将其收编 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可如果收编瓦格纳 那么 厨子这个人就显得非常碍眼了 所谓功高震主 他既不是军队体系的人 又掌握这么强力的一股力量 现在已经并不合适了 但厨子想要全身而退 又比较困难 厨子的身份不适合在俄罗斯政府 或者军中担任高官 可他想逍遥 又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 真退休了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干掉了 现在 瓦格纳搞了这么一次兵变 导致美国也搞不清厨子的立场 因此决定暂缓制裁瓦格纳和厨子 因此 厨子闹了这么一出 对他本人也是有好处的 现在不论是亲俄的还是仇俄的 对厨子大概都没啥想法了 除了上述这些理由之外 一书认为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普京搞这件事 是为了给接班人保驾护航 普京如今已经七十了 不再像当年那么精明果敢 在俄罗斯这种国家 再继续干下去 对普京其实是或非福 因此他必须要学习当年交班给他的叶利钦 也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传承下去 这样才能保他和他家族的安全 但如今俄罗斯的局势极端复杂 普京主义的两任接班人都先后意外死亡 这让普京的局面越来越危险 要消除危险 就必须对俄罗斯进行大清洗 但又不能像当年斯大林那样血腥 怎么办呢 普里戈金的兵变就成为了一个忠诚测试 首先看俄罗斯到底有谁会呼应厨子的兵变 只要有人敢跳出来 那么他们必定是叛徒 这些人都会被挂号并一一解决 其次看谁才是真正的忠臣 除自率兵杀向莫斯科之际 莫斯科大批高层逃亡土耳其 这些人想必未来是不会出现在俄罗斯政府的内部了 可以说普京完成了一次兵不血刃的大清洗 普京本次总统任期到2024年就要到期了 一书判断 不久普京就会任命一位出挑的官员 来负责解决俄乌问题 就像他当年被叶利钦任命去解决车臣问题一样 只要此人能圆满解决俄乌冲突 实现和平或者停火 那么此人就是普京的接班人 2024年之后会接替普京当新一届的俄罗斯总统 如今普京下台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时间不等人 因此普京这次不惜损伤自己的威望 也要清理掉国内的这些不安定因素 以便让自己重义的接班人上台 完成俄罗斯的新老交替 最后 瓦格纳这样的军事组织 以前有不少网友还很羡慕 包括一书的群里也有一些网友认为 中国也应该组建这样的军事组织 但每次一书都会说 中国不可能有什么民营武装组织 党必须指挥枪 有什么道理 其实大家看如今的瓦格纳就很清楚了 不用一书再多解释什么 私人可以组建军事组织 那么最终很容易不受控 最终成为乱元 更不能用这些组织去打国战 否则必然会自食其果 不过 普里格金带着忠诚与他的瓦格纳成员去白俄罗斯 一书认为 大概率还是一个障眼法 厨子可能会在白俄罗斯重启炉灶 并控制瓦格纳在非洲的部队 要知道 瓦格纳在非洲可是非常挣钱的 作用多做金矿 用日进斗金来形容并不为过 如今 美国也因为厨子的作为 延缓了对他的制裁 未来厨子的路还是很光明的 喜欢本篇的朋友 还请多多分享转发 大家有什么有趣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欢迎讨论